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学习一些跟交通有关的词汇 比如说街道啊,用俄语怎么说 然后不同的交通工具,地铁,电车,公车,用俄语怎么说 还有就是应该怎么样成做交通工具 那我们先来学一下交通这个单词 Transport Transport 这个中音在A上面 Transport Transport呢,就是交通的意思 城市交通 Gardascoi Transport Gardascoi Transport 这个Gorda呢,就是城市的意思 那城市的呢,就是Gardascoi 中音在O上面 当它是城市的时候,Gorda Gorda,中音在这个O上面 Gorda 当它变成城市的Gardascoi 在这个O上面 所以这两个O呢,它就发A的音 根据前面所学呢,同学们就应该记住了 当这个O读中音的时候,它发O音 当它不读中音的时候,它就读得快一点 就类似A的音 Gardascoi Transport 道路呢,Daloga是指路 Budz也是路,是指路路程 Daloga Daloga Bud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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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就是centrale nei magistrale centrale这个单词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它是中心的意思 那中心的呢 它就是主要的的意思 这是同样的 centrale nei 中音在这个A上面 centrale nei magistrale 这是接到干到 magistrale centrale nei magistrale 这个glarnei ulici 就是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说到的 centrale nei magistrale 就是指比较大的干到 也更书面一点 不是那么宽的叫ulici 那大的街很长很宽的叫 plaspect plaspect 中音在这个A上面 plaspect 零大道呢 boulibar boulibar 十字路口 bele klostak bele klostak 这两个字 耶 耶 这个klostak 这个应该是yo 加两点的那个yo 只不过俄语在书写的过程中呢 它经常把那个yo 同耶一样写 但读的时候呢 它还是发yo的音 bele klostak 是十字路口 bele klostak 小巷子 普通 就是bele ulic bele ulic bele ulic 这个应该是d bele ulic 比较近的路 近道 blisni 或者bliski 都是指近的意思 这个but 刚刚讲过了 是道路 路程 blisni和bliski 是近的 这个kalotki呢 是短的 所以这三个呢 都可以表示近道 blisni blisni bliski kalotki but 人行道呢 tradoal tradoal 这个中音在a上面 所以呢 这个o 它又是发的快音 发类似a的音 它就不读o了 tradoal tradoal 人行道 人行横道 bele ulic bele ulic bele ulic 就是小道者 走的道 bele ulic 就是穿过街的道 所以是人行横道 bele ulic bele ulic 地下人行横道呢 bardje mne bele ulic bardje mne bele ulic 这个bardje mne呢 是分为几个部分 bard是指 在什么什么之下 这个je mne呢 是根据 je mne 这个单词 改变来的 这个je mne 是形容词 je mne je mne 就是指 土地的意思 然后je mne 是土地的 bardje mne 在地 之下的 bele ulic 就是地下人行横道 bardje mne bele ulic 快车道 快车道 skolastnaya after magistrari skolastnaya呢 是指快速的 速度很快的 这个skolastnaya呢 是指速度 skolastnaya就是快速的 after是指车 然后这个magistrari magistrari 已经讲过了 是指道路 干道 after magistrari 就是车道 skolastnaya after magistrari 快车道 停车线 就是linia astnaya astnaya linia 呢 是线 astnaya 是停的 停车的 这个machine machine 就是车 它的原型是machine 那单数 是个阴性名词 但这里是用了它的那个 二格的复述形式 就是machine linia astnaya maschine maschine 安全岛 astn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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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指小岛的意思 岛呢 是ostnaya 然后更小的 指非常小的岛那种岛 像岛的东西就叫astnaya astn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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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zabasnaya 就是安全的意思 abasna 是指危险 这个biz呢 通常接着这个单词 就是bu 表示否定 不危险呢 就是安全 bizabasnaya 就是指安全的 astn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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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双向就是 两个 和两个 双向是 puts 一 Uma 什么 混合 是 有点 水 是 零 在 一个 垂络 在 这边的音沟小水巢就是 Kanavka Kanavka 这里有三个A 但是中音在这个第二个中间的A上面 Kanavka 或者换一个说法是 Kuvit 公共汽车站 Avtobusная остановка Avtobus就是公交车 Avtobusная就是行动词 公交车的 Astanovka就是站点 Avtobusная остановка 电车站也是一样的 这个也是Astanovka 然后 Trolleybusная остановка Trolleybus就是电车 名词就是 Trolleybusная 然后还有一个路灯 Fanaly Fanaly 这个中音在A上面 所以这个O就 不读O了 就是Fanaly 停车 Astanovli Astanovli Vat Astanovli 这是Ca Astanovli Vat 中音在这个A上面 Astanovli Vat 这个是名词 Stayanka 是指停车的地方 是停车的名词 然后前面是动词 Stayanka 停车场 Passade 就是Praschadka Praschadka Praschadka呢 就是指一小块地 场地 Passade 就是停车的 然后汽车场呢 其实也是停车场 这个Bark 或者也叫Parkovka Parkovka 就是停车的地方 这个Bark 跟公园的意思是一样的 Bark 就是汽车场 Aftabaza Aftar呢 已经说过了 是指汽车 Baza呢 就是指它的那个基地 就是汽车场 和在一起 Aftabaza 汽车房 Galash Galash 地铁 Metro 这个跟英文的发音都很像 包括了很多交通工具 Metro 电车 Tramway Tramway 中音在这个A上面 Tramway 无轨的电车 Tralibus Tralibus 公共汽车 Aftobus Aftobus 那有双 经常会有观光的 双层的公共车 就是 Dwuch Etash Aftobus Dwuch 就是 Dwa 是A 这里的固定形式 它不能说Dwa Etash 应该是Dwuch Etash Etash 是楼层的意思 然后加到这个Ni 就是形容词 Dwuch Etash Ni Aftobus 就是常见的出租车 我们一定要学会 这个也是根据英语变来的 它念Daxi Daxi 刚开始接触俄语的人 会觉得 有点怪 好像有点难听 其实听习惯的都是一样的 它因为它是 出租车是后面 才有的吗 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所以原本的 俄语单词中 没有这个单词 它就从英语中 借鉴过来 Da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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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yanka Daxi 是 我们已经说过了 Stayanka 刚刚说过去 停车 停车的地方 是个名词 Stayanka Daxi 出租车站 还记得老师 跟大家讲过吗 就是停什么的地方 Stayanka 一般都要变革呢 但是这个Daxi 它是从英语中 借鉴来的词 就是外来词 并没有像那个阴性 阳性一样的 那种词性 所以它 不管在什么形式下 它都是不变的 Stayanka Daxi Blat Daxi Blat 有拿的意思 但这里不能说 拿出租车 它的意思就是说 租一辆出租车 Blat Daxi Lavich Daxi 打滴 打出租车 这个Lavich呢 其实它还可以用来 Lavich Leb 是指钓鱼的意思 它的动词是 钓 抓住 这里呢 也不能说 抓住出租车 它就是很 形象的表达 吊住一个车 抓住一个车 就是打滴 Lavich Daxi 然后如果你是在路上 拦车 叫住一个车的话呢 是 Astanavich Daxi Astanavich Daxi 之前呢 记得老师还在 圣彼得宝生活的时候呢 那里并不像中国一样 有很多挂牌的出租车 所以你要叫出租车的话呢 就是在街上 你看着 当然你不要看那种 好豪华的车 什么宝马啊 你还向他招手 他肯定是不会停的 然后你要招手 然后会有那种 差不多 不是太贵的车 他可能觉得 会问你 是不是顺路啊 如果顺路的话 你就自己跟他谈价钱 他就把你送到 你要去的地方 一般呢 这个不是黑车 他们虽然没有牌照 但是是国家允许的 你只要跟他讲好价钱 你就把地址说清楚 你就可以上车了 接下来我们看 Prikardne Voigt Prikardne Aftobus 这个Gord呢 是城市的意思 对吧 已经学了很多遍了 Prikord Prik呢 就是边上 城市的边上呢 就是指郊区 远郊 近郊 然后形容词就是 Prikardne Prikardne Voigt 那是那个车次 列车 Aftobus 就是公车 Prikardne Voigt Prikardne Aftobus 市郊的 开往市郊的 列车或者公车 Explice 特别快车 这个就是快递的那个意思 它也是外来词 Explice Explice 特别快车 长途的汽车呢 就是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路途较长的车呢 它是这个 Vistu Galodni 或者Vistu Galodne 我们就来统一读 是这个Ne好了 比较常用 Vistu Galodne Vistu呢 是在什么什么之间 Gord 在城市之间的 就是代表长途的 Aftobus 汽车 Vistu Galodne Aftobus 长途汽车 还有一个就是地铁 地下铁 Mitra Baliden 这也是跟英语的很像 Mitra Baliden 那我们现在来学一下 乘坐不同的交通工具 要用到的比较基本的 然后又很简单的句式 我要订到莫斯科的机票 Yahajilabai 是我想要 Zablanilabai 这个动词呢 之前在讲关于 怎么预定酒店房间的时候 着重讲了这个单词 Zablanilabai 大家再跟着老师 一起来练习一遍 因为这个单词很长 这个中音在Y上面 Zablanilabai Lis Lis就是指航班 Zablanilabai Lis 订那个航班 订机票 到莫斯科 去哪里的 到莫斯科 就是 莫斯科 是莫斯科 到莫斯科 就是去莫斯科的 到莫斯科的 其实也可以说 Zablanilabai Lis Wu Moskvu 去到莫斯科的 Wu的话呢 就不是莫斯科 为了 它是变成 那个四格 Wu Moskvu Ad the Plymoy Lis 这是直飞的航班吗 Ad这个 Plymoy 是指直的 Lis 航班 这个航班 是直飞的吗 Ad the Plymoy Lis 如果你说 你要一个 怎么样的座位 要不抽烟的 靠窗户的 或怎么样的 就是这样 Nikulash Mista Wu Okna Vashost Nikulash 就是不吸烟的 吸烟的动词 就是Kulit 然后Kulash Kulash 就是吸烟的 不吸烟的 就在前面 加一个前缀 Nikulash 不吸烟的 Mista Wu Okna Pashost 当然 飞机上是无论如何 都不能吸烟的 这个呢 可以用你在 其他的地方 可以用到 Nikulash Mista Wu Okna Pashost Ya Had Yer Pot Wer Di Mai Yer Bloom 我要确认 我的航班 我想要 Yer Had Yer 是吧 经常会碰到 这个 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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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想要 Bat Wil Git 中音在这个 Git Bat Wil Git 是确认 重新检查一遍 Mai Yu Bloom 我的航班 我的航班 这些名词 刚刚是确认航班 这里 我要取消我的航班 不一样的地方 就在这个动词 定航班 Zablanilovat 对吧 然后 确认 Bat Wil Git 这个呢 我们又再学一个新的单词 也是比较难念 Anulilovat Anulilovat 中音在这个 Li上面 这个Y上面 我要取消我的航班 Git 这个单词呢 大家 现在一看 就应该反应过来了 是问 在哪里的意思 Mai 我的 Cemadan 行李箱 大箱子 Cemadan 中音在这个A上面 Git Mai Cemadan 然后 关于坐飞机 可以用 行李的重量 最多是多少呢 是这样 Skologa Bagaja Yamaku Vzjat Saboy Skologa 多少 Bagaja 是行李 它这里用的是复述 Bagaja Yamaku Vzj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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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boy Sue Sue Shan 就是 Naja Skologa bagaja Yamaku Vzjat Saboy Skologa bagaja Yamaku Vzjat Saboy Kada Kada Mai Pri Budim Vzj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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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一张到莫斯科的票 要一张它就不需要 你可以如果你说不来 或者这些动词都可以 你不说动词 你就说我要一张去哪里哪里的票 就是这个句说 你可以 记得这个多后面加二个形式就行了 火车什么时候到达莫斯科 就是指列车到达 跟这个就是发车 然后这个到达 那是 火车从几号站台开 其实呢这个belong已经现在很少用到这个单词了 现在都是用platform 跟那个也是从外国语言里面英语吧 应该是接近来的词platform 应该是从哪个平方的车 在哪里的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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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个车上也就通过那里的车上 在这辆列车 是有 спать 是睡觉的动词 然后这个 就是睡的 就是车枪 就是车乡 在这部件写的写н 接下来我们看 如果你要买物铺票呢 你问他一张多少钱 还是问多少钱的句式永远不变 就是这个 如果你说两张票呢 你就说两张票 两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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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票呢 在沃普的票 就是一张沃普票 多少钱 сколько стоит места 在沃普的票 сколько стоит места 在沃普的票 где автобусная остановка где呢 永远就是在哪里 就是 где开头的 автобус 就是 或者说坐车的时候 或者坐地铁的时候 它有很多条线 红线 绿线 蓝线之类的 或者从哪里到哪里的线 你要搞清楚 不要坐滚了 你就要先问 它是哪条线到哪个站 或者 不是问哪条线的话 你说 就是方向 发车的方向 这也是可以的 这个比列呢 就是票 不只是车票 任何票都是这个 这个单词 比列 сколько стоит 1比列 或者说2比列 两张票 3比列 5的话呢 5,6,7,8 就是5比列 6比列 2比列 3 對 我们看到上面 是因为它是中性词 所以它是夜 然后这个tramvai呢 它是阳性词 所以是 这个aftobus呢 公路汽车它也是阳性名词 那就先简单的跟大家讲了一下 要乘坐不同的交通工具的 一些简单单词和句子 谢谢大家 Спасибо за внимание DaftLich